颠覆传统社区的科本印象吸引人流 石岗酒房社区发展协会 特地邀请到彩绘大师曾靖成 以童话世界为主题进行彩绘 像是《拇指姑娘》、杰克和《丸豆》 还有着《绿野仙宗》等经典故事 结合着社区特色将平凡无奇的巷弄街道 摇身一变成为了有趣的3D立体化彩绘村 民众除了是拍照打卡之外 还可以跟立体图案来做互动 来感受淳朴的乡村风情 小朋友骑着铁马与童趣壁画合照 为颠覆传统社区的刻板印象 为在石岗东风绿色走廊旁的 酒房社区发展协会 特地邀请彩绘大师曾靖成 以童话世界为主题 将平凡无奇的巷弄街道 变身成为有趣的3D立体化彩绘村 很生动啊 就好像真的一样啊 其实很多那种外地游客过来就是来逛街 就是来这样做运动什么的 因为我来这里骑夹摇车 然后我看到这些3D化觉得很新奇 所以我就来这边拍照了 我们的社区是属于一个比较老旧社区 而且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社区 那因为我们看到曾靖成曾老师在 嘉宴那部队豪美里 那边做了一个3D彩绘的一个社区彩绘 之后 我们发现那边人潮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说可以引进一些活血 那因为我们又是锦铃中风绿色走廊 所以我们希望说把绿色走廊的既有人潮 能够带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这边做一个参观 经典故事绿野先宗的胆小狮子 陶勒斯稻草人等人物与在地农产作互动 让整幅画作不仅视觉上丰富有趣之外 更凸显当地特色 成为全国最大的4D场景 另外还有捷克与弯洞 拇指姑娘等故事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大甲溪旁边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水源都是来自大甲溪的 所以水源非常干净 所以有非常多的生态 如果民众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走一点了解 比较深入了解我们整个的客家装社区 的一个生活形态跟地理环境 我们是北斗人 我们来这边玩 然后这边的环境真的很好 风景又很优美 这边还有一些火车 然后还有一些3D化 耗费两年的时间在东风自行车道周围 打造大大小小共18幅精彩画作 把石缸的特色零零静致地展现出来 让民众除了骑脚踏车休闲运动之外 还可以和立体图案做互动 感受纯朴的乡村风情 记者有朋友与费台中采访报导